哪怕不棄眼的光影 哪怕忽暗忽明 顺情弹琴自弹自唱 但仔细看节目播出时 名字后面括号中国台湾 歌手萧敬腾9月30号 登上中国国庆特别节目 和中国歌手袁雅维合唱 在月色在身上 都有那个她的魔花 10月1号是中国国庆 赵冠丽举办盛大庆祝活动 萧敬腾成为这次 唯一出身台湾的演出嘉宾 其实回顾中秋节 他就和中国歌手郁可文合作 同样打上中国台湾 除了表演节目 中共也特地设宴款待 习近平亲自出席 十分隆重 而上百桌里 一眼就能看到 一人一能静的身影 发现了吗 一能静身穿粉色蕾丝洋装 一脸认真看着台上 事后也在微博发文 说祖国生日快乐 俨然成为彻底的中国人 另外最近宣布 进军中国的影帝吴康仁 火速在微博写下 祝福锦绣中华 却被算祖国两个字不会说吗 想赚钱又不想跪下 敏感时刻拓展中国市场 出师不利 就怕两头空 三里新闻 双半岛